大家好,我是樂溫音樂的小千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非常喜歡打鼓的話 可以看一段這個視頻 蠻酷的 或是你想要接觸爵士鼓的小朋友 或是國高中生都可以看過來 在這一集小節目 主要是給大家大保遠比一下 其實很多藝人都會打鼓的 首先爵士鼓我稱之為流行樂器之母 爵士鼓也是流行樂團的心上 因為你會打鼓的話 你可以擁有好的節奏律動 在學習每一個樂器上 節奏感啊 都會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跟人家不太一樣 以下給各位歸納一些藝人演唱會 打鼓的話 紅油 有震撼到嗎? 這集好像就是一個賤賞課 就是爵士谷為什麼那麼多小朋友 尤其是在中國有超多的小朋友都在學爵士谷 其實根據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頂級的一個音樂學院 就做了一個研究報告 他們證實了就是會打鼓 會對人的心理健康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 38%的人減輕了抑郁症症狀 20%的人減少憂慮 23%的人提高了對社會的適應能力 並有16%的人會增進心理健康 但我先強調這份報告是由英國皇家學院所做出來 所以可信度還蠻高 那其實打鼓呢 第一好玩 第二我就不解釋了 小朋友走進樂器行第一件事情 就一定會打鼓的 那第三會有創意性 小朋友會多了很多的創意 然後第四可以看到國外有些小朋友 用洗衣機打鼓 用杯子做節奏 用鍋碗瓢盆 或是甚至微波爐都有做成節奏 第五是社群性 所以打鼓一定要主樂團 還有挑戰性 每個鼓手在面對每一級別的課程 肯定會卡關的 一定會卡的 因為不知道怎麼打了 怎麼練都練不好 想要打的歌曲 都一直跳不過去會卡關 就是正常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 有益健康 打鼓是四肢的運動 所以有時候 我自己教到雙踏的課程 一定會流到很多汗 家綺克萊很像在跑步那種感覺 其實會有運動到的 如果我喜歡我們這個視頻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追蹤我們熱溫音樂的粉專 我是熱溫音樂的小錢老師 不定期會為大家分享一些打鼓的影片 或是Cover 或是線上簡單的 簡單的爵士谷教學課程 謝謝大家